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来到无辜者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两个边腿的踢法 第一个就是我们踢边腿的时候 通常我们之前讲过 踢边腿这样子踢对不对 现在我要给大家讲一下 通常我们踢的时候 另外一种就是比较重的一种 踢边腿的一个踢码 是怎么踢呢 先给大家看一下 他很大 直接 看到没有 我的膝盖和我的整个小腿 是在他的身体前方的 来 这边站一下 看一下 再看啊 我整个这个 我整个身体 我这个小腿 都在他这个位置 为什么这么踢呢 比如说他要来向我进攻 来进攻 看到没有 我这个膝盖是顶住他 他是进不来的 他越近 其实对他的伤害是越大 踢 看到没有 就整个这个小腿 踢上去 然后通常这个 这个动作的话 踢的话我们都在大腿和腰 这个位置去使用这样的边腿 这个位置去使用这样的边腿 所以说我们通常就是大腿 这样 腰和布 这样 往上踢 所以说这块的话 要常去练习 可以打组合 比如说打一个前拳 前拳 再来这样子踢 前拳 这样子踢 再过来 再来一次 啊 啊 对 呃 后脚也是一样 一样走 也是这样子去踢 注意一点就是这样子 让整个小腿 贴着对方的身体 这是一个 呃 腿法很重的一个腿法 踢起来的话 对于 控制对方的这种 进攻的这个距离 有很大帮助 二呢 就是我们的膝盖有可能 也会造成很 对他造成很大的 呃 攻击 因为他在快速往前走的时候 这样 啪 踢 他有可能会撞到你的膝盖上面 就会造成很大的攻击 好 我下来 猪别人 你应该是 那些小腿法 这些小腿法